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来收看今天的吻超声线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大盘 那受到了美国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今天啊 这个大盘啊 开低走低啊 尾盤下跌了快300点 那前两天 两天大涨也大概就是涨300多点 那今天一天就跌掉了快300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 我都有提醒大家 这个地方在走区间 两天上涨330点 两天上涨330点 今天下跌了289点 还是在这个里面的区间 它还没有改变趋势 那我反而认为 今天的一个下跌 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 我相信可能你不是很认同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今天大跌 一般人看到今天大跌 他就认为老师下礼拜还会再跌 未来还会再跌 是不是 如果在涨的时候 对不对 老师我跟你讲今天涨 明天也一定还会涨 那后天还是会涨 有这种心里面的因素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我也是告诉大家 AI概念股不是不好 非常好 基本面好 对不对 他公布 他公布 辉达公布的营收 昨天还超乎预期 美国 对不对 盘后辉达也是大涨 台湾的一个供应店 未来也很好 那为什么你今天看到的AI概念股 全面重挫 这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你想想看 第一个基本面好 第二个股价下跌 你不觉得你的买卖点不对吗 如果说你每一档股票 你都是买在相对的一个低点 我告诉你你不输 你不输 当你听到别的分析师 每天在讲AI的时候 心中充满了期待 希望 这个时候的话 你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就跳进去了 就跳火坑了 跳到火坑之后 你又想不开 就会造成 你今天很多的股票 你可能是套牢的 如果说你挺损的话 我还要恭喜你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套牢的人 你一定要来找我 你不来找我也没关系 你先来找我的话 我觉得好事会发生 你越晚来找我 我跟你讲 后果你就自己去承担 今天不会有人跟你讲 这档股票 你从一点半节目开始 到晚上十二点 不会有人跟你讲伪创 不可能 他有他也不会讲 他没有他也不会讲 他讲他要干什么 没有 对不对 讲他没有用 不能够做广告 但是投资了 你手中有这档股票的人 心在低血 因为上次涨停板 每个人都在跟你介绍 每个人都在跟你介绍 伪创 安适度安适 这个伺服器里面 血统是最纯的 真的很纯 我在节目里面我跟你讲 第一个不要追高 你可以做价差 OK 可以做价差 这个切不进去 这个买点切不进去 那今天很惨 今天伪创是最惨的 不是因为说他跌停板很惨 我解释给你听 今天开盘价开在111.5 就大概开在这个地方 开了以后往下灌再上来 那我问你好不好 从这边直接开低下来 跳空直接往下灌 你跑得掉吗 你跑不掉 其他的股票你跑得掉 伪创这栏股票你跑不掉 因为一开盘直接下跌了 接近7% 然后在低档去晃 晃到最后 打跌停 稍微拉一下 距离跌停板 差多少 差五毛 清何以堪 你别只股票都跑得掉 你唯独这档股票跑不掉 我为什么要举他当例子 因为他今天的成交量真的很大 这是伪创 2382的什么 来这个叫广达 龙头 对不对 昨天创高 创新高 今天直接跳空 成交量很吓人 老师12万张 这个跑得掉 因为他开得还好 没有说直接灌下来 所以这广达今天跌7% 你跑掉了我要恭喜你 2356 应业达 今天成交量6万多张 我举了什么 伪创 广达 应业达 为什么要举这三档股票 成交量最大 站在台湾目前为止 电子股 今天的成交量最大 成交量最大代表什么 代表人气眼望 有买有卖以外 老公支的比例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说这个大盘如果说要止跌 这个讯号一定要出来 哪一种讯号 融资大减 当充客减少 这是我的看法 也许你的看法跟我又不一样 我这个看法是累积了 严老师20年来的经验 每一次不断的在股票市场里面 多空循环 行情的一个演变 我所得到的一个心得 今天这一张图 你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 现在的台币在昨天 开始质贬回升 甚至大涨的1.3角 这个讯号出来了 那台币上涨代表什么 代表热钱会回来吗 这是确定的 昨天这个外资进来多少 8亿美金 折二台币200 折二台币大概240亿 第一笔 连我们央行都在做动作 台币升值 这第一个讯号 热钱会回流 你现在要注意的是升息 升息这个议题最近 还在加巴刹 懂不懂 还在那边加巴刹 到底要还是不要 这个未来怎么样 还把这个战线拉到6月去 这个6月好像升不够 两码 所以说未来9月 看我们这个通膨如果动北掉下去之后 我们就稍微的再升一下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会影响到投资人的一个信心 会影响到投资人的一个信心 那通膨当然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融资 融资 融资太多 融资现在还有2100亿 我希望说今天真的 这些做AI的 长大的苦头 应该可以怎么样 缩手 你玩不赢 这个时间点不对 你干嘛要去操作 不需要 懂不懂 所以说今天这个图 最重点我直接跟你讲 那你今天是属于一个下沙 但是没有看到成交量暴增 所以说你认为它还会再跌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个答案是错的 未来还是会用震荡 国家队会出来 快选举了 国家队晒太阳不出来 你不要太小看 当你认为说 这个大盘在跌的时候 你可能在抛 这个国家队可能就开始减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了风险性的一些 股票的话 我们一定要卖出去 我昨天这种简讯 我没有公布了 那有人在质疑说 老师那我coding 人家那个都是3% 5%在赚的 最多6% 8% 吹牛了很多 你这一档股票为什么是27%以上 我跟你讲我卖的点还不好 你不管是昨天卖 你不管是今天收盘卖 卖的都比严老师好 严老师比较高 你怎样意思我 但是没有办法 我都会人人数很多 我一定要卖 因为我赚了27%我一定要卖 不卖不行 一定要卖 请大家原谅一下 那有人既然质疑的话 我们就打开好不好 最后一次打开给大家验证 普通会员的 这张股票叫做系统 我为什么说你昨天会卖的比我好 今天卖的也比我好 来 今天收盘价还有33.7% 严老师只有卖在33块钱 是不是 那来看一下昨天的 昨天收盘价还有34块 是不是都卖得比严老师好 没错吧 但是我的会人不会嫌我 因为我诚实 我诚信 我不会虚伪不会造假 这是我的优点 虽然卖得不好 但是可以接受27% 这27%对投资人来讲多重要你知道不知道 尤其在这种盘势不好的时候 这个赚27% 对不对 多少也是一条钱 好不好 我们先卖掉 赚了27%我们把钱资金回收 那未来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动作 我这样讲你懂的是吧 AI概念股我就跟你讲 你只能做当冲你不能够做坡段 技嘉冲冲热第一次 对不对冲一下 技嘉冲第二次 我这样子会套得住吗 我跟你讲说坡段切不进去 我就做冲一次冲两次 不是这样子吗 创意我也冲掉了 这个地方平盘一下都可以买吗 这是瞬间的一个卖点 冲一下 我会笨到说去买这个 演讲师不会那么笨 我今天在盘中 在LINE里面发了一通简讯 我这个用紧急的方式 发给我所有的LINE的族群里面 所有的相关的这些好朋友 我从来不会做这个动作 我从这个LINE成立之后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动作 今天算是紧急事件 我的LINE里面内容 我就告诉我们这些好朋友 这个手中股票 只要你有问题的 有到老的一个人 可以问三档股票 备注 严老师的团队 24小时服务 包含严老师 我亲自的回答大家 这个QR Code都在上面 你有问题一样可以少 老师非常欢迎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一下 很多人都有AI 都有类似这种的困扰 都有类似这种的困扰 一张可以亏到一两万 他一次不是买30张 就是买50张 真的会很惨 我非常关心你 AI的部分 我跟你讲 你不会做就不要做 不要去看那些报纸 杂志跟你讲 AI是很好 我绝对承认 但是现在买卖点不对 你怎么去做 你怎么去做 你今天 老师我去买音乐达 音乐达掉下来了 你去买音乐达干什么 老师这个最强的 叫广达 应该还会再上 结果就下来了 伟创老师我跑不掉 我好可怜 我跑不掉 有时候自己造成的 好不好 有问题来找我 好不好 我尽量 我至少说股票 该卖我就卖 好不好 我不会那么笨 有些人看不懂 我是看得懂的 好不好 那老师今天那个族群里面 军工还不错 对啊军工啊 那未来会被资金转移到 军工会不会 会 未来资金会被转移到 所谓的网通也会 因为AI整个人气溃散了以后 这些资金就会散出来 等到AI的筹码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我们再来做 这个都来得及 比如说像网通的对不对 来这张股票 你昨天在涨今天还在涨 我就先不要公布 那股价要有延续性 昨天涨今天涨才有用 军工干净股也是一样 昨天涨今天大盘跌 他有没有跌 他没有跌 他还创新高 阿老师这张股票呢 这张股票也不错 昨天亮灯涨停板 我不敢公布 我怕现在很多人在抄袭 来直接亮灯涨停板 今天一样嘛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昨天这个今天 这个选择上面不是说只有AI AI现在不好做 你不要去做它 这个话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的一个下跌 的的确确是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转类点 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大盘跌了快300点 这个大盘没有救 没有那么悲观 那行情总是从这个悲观中 对不对 它产生的 我非常信奉这一条 尤其在轨迹多边的 一个台股的一个行情里面 但是有些人 投资人看不懂这个大盘 看不懂这些AI的结构 看不懂手中自己的股票 位阶 它的方向 我来告诉你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不管是打电话进来的 我们会很忙 那时间可能会拖一下 还是要请你原谅一下 QR Code你少的话 我们会尽量的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告诉你 你未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好 我们都是非常有诚意的 我们一个订大概就十个人 大家都在忙 都在忙着帮投资人 因为严老师Liote里面 目前为止都是超过一万多个人 一万多个人同时要解持股的话 也很麻烦 但是我愿意好不好 好 那之前跟大家讲的 8月份的三贯网已经达标了 8月24号昨天就卖掉了 对不对 我还跟你讲说 这系统的接办人是谁系统 这第3对不对 你也可以贪一下20%对不对 没错吧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标的股票 最近很少看到对不对 有没有比AI 应该有 应该有 这长得对不对 45度角跟航空母舰一样 起飞 对不对 一直飞一直飞 该卖就卖 我还拿证据给你看 你们都很喜欢看证据 我卖掉证据我也给你看 这是第一档股票 投资人在系统的部分的操作 比他认同盐老师 那另外一档股票 比他认同盐老师就是银广 这份是要送给你很早 7月25号就送给你 这个股票也是呈现 大概对不对 45度角 稍微整理一下再上 银广赚得到钱吗 当然赚得到 而且赚到翻掉了 股价翻倍的股票你赚不到钱 赚得到吧 老师最近见顶又再创破断新高 老师的股票都很强 之前跟你讲过了 见顶我们也是两级会员两笔单 你要卖吗 你可以卖 你可以卖 我是认为这个空间不是很大 可以卖的好不好 今天还有一档股票叫6538的昌和 老师昌和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涨了那么久还在涨 涨到今天还在创破新高 能不能卖可以卖 你随便卖好不好 那这些股票都过去了好不好 你就算今天全部卖掉你还是大赚 那未来的话我们就要做新的股票 做新的好不好 那今天阎老师特别帮大家准备了一份重要的资料 那这份资料只会送给你 我们不会卖给你 我们不要太做的商业化 但是老师比较懇求的 比较懇求大家一件事情 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不管你是自己解决也好 你去请教别人也好 你来问阎老师也好 都要先处理掉 至少你要先处理掉一部分 那把你的资金抽出来之后 就来验证下个礼拜这个大盘 国家队会不会进场 外资的热钱会不会进来 融资会不会大减 到时候这个大盘直接就直接冲上去 我今天跟你讲你不见得会相信 你未来可以慢慢的验证 我今天送给大家一份大礼 很重要的一份大礼 这一档股票叫做银广第二 银广第二 银广是翻一倍 我相信你看节目的你都很清楚 它翻了一倍 操作上面也非常简单 不是很复杂 那银广的接班人在这边 我认为他会翻两倍 我认为他会翻两倍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个里面就是单股所单的 我今天这份资料就开放60秒 60秒之内打电话进来的 礼拜一开始你直接布局 直接布局 我认为这档股票就是让你反败为胜 让你重拾股票的信心 最好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只会送给你 不会卖给你 但是你今天电话一定要拨 拨了以后直接带回家 先看礼拜一 礼拜一我们同步进场 非常重要的一份资料 研导师最大的诚意 现在开放60秒 电话赶快拨 60秒以内有效 直接带回家 打电话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文明头库研分析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束缚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借其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驻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大家都认为说 现在行情不好对不对 那我觉得行情很好 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要反向思考 当绝大多数人觉得 行情好的时候 他进场去买的时候 往往股价都是在高点 有时候可以赚一点 但是绝大多数 可能是赚的比较是小的 赔的是比较大的 反而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 有一句话 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唯基路士 这句话其实巴菲特 他的体会体验是最深的 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 我认为这个叫做 在股票市场里面的一个诀窍 你懂得其中的奥义 我觉得你就做得到 那严老师在股票市场里面 最大的靠山是谁 不是内线 不是啦 是趋势 趋势 就是严老师最大的一个靠山 什么样的趋势 做什么样的动作 这会影响到投资人 好不好 那我未来看好的股票 来这个群益 你不管从基本面技术面 产业消息 未来的展望 这份报告你可以直接来索取 我认为这档股票 在未来拉回的时候你要注意 我不会叫你去追 我不会说叫你去追在这个位置 你拉回随时可以买 我觉得这档股票有机会会成为 这个银广的接班人 有机会好不好 绝对绝对有机会 但是你要慢慢验证 不是说今天 老师这个礼拜一会不会掌停满 不会 你不要想太多 不会 你验证可以 就像我当时候跟你讲见准 见准 老师大家都在讲散热 你也在讲散热 这种创新高的股票 你赚不到钱吗 不可能 卷子比还在嘎 今天的话修正的幅度也不大 所以说有时候股票 看得懂的人就很简单 看不懂的人他会一直想一直想 那不要想太多 下个礼拜逢低布局就对了 那颜老师给大家一个最好的 我们一年就一次好不好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1加12 1加12 那系统 赚27%先做第一次的获利 系统赚得到钱吗 这个是见顶 创新高随便卖 今天的昌和也一样 再创波段新高 好 银广大赚 银广的接班人 银广第二在什么地方 在这边 银广翻倍 这档股票有机会翻两倍 颜老师今天特别开放 只有今天开放60秒 你直接来拿 直接来验证 希望你大赚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不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文明投资 严分析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进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专线 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 最佳企迹 赢交专线 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简易的急救药品 盘灾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就是加强固定 一般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早上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漏